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微信闲事 各位双善知识 人生一生之中 常常会遇到很多无奈 又无名啊 所以我才鼓励大家来学艺经 你学艺经 研究艺经 就能够凡事皆瞻 吉胸霍虎 寥寥昏明 但是有的人啊 叫他来学艺经 他偏偏难得学 想要用简单的方式来求心悲 求心悲 算悲 那也可以 但是来求性悲 你要很公正的 要很诚心的 来求性悲 性悲你要放在经书上 你今天要求什么行 观世音菩萨 你就是观世音菩萨 普门瓶 性悲放在上面 全部都是秀悲 笑悲 来诚心的祷告 然后请观世音菩萨 隆天护法 加持 加持 开示你今天的 优以兰绝之事 请你指示姓碑 所以你叫性悲 性悲的 原则 就是从太极 一阴一阴一阳 反而若是 性悲两个 德斯阳的秀悲 表示 事情未定你也没有说清楚 重新 静心的 祷告 那么若是 一个 一阳一阴的话 这是 性悲 那么若是 全部 这是阴悲 表示你所问的事情 不可以做 这个不可做 这个是可做 这个求悲 还要在一起 请示 所以 算悲的用意 就是 宇宙西空 一阴一阳之味道 人 这边一个是人 你的是 你所求的是 这个是人 是 这个是人 是 所以两个都 因爹 因爹 斗卡 那表示 这完全不对 你所决定的 不对 你所想的就 不对了 啊 这边呢 你的就对了 你想的这个是对 可行 啊 这边求悲 啊 没有说清楚 再重新 请示祷告 好 所以圣悲 也是 普卦 一经 一阴一阳之味道 好 无论你 相信 不相信 只要你有 这个心 来问事 都可以啊 或是我们用铜钱 用铜钱 来把杯 一边是一块钱的 啊 这边是棉花 啊 这个是一阳一阴 啊 阴阳的道理 和这个圣悲 完全阴阳的道理 完全相同 所以有的人说 哎呀 我是 不信教 我是信其他教的 啊 我没有信 你们的教 那样你就要重新思考了啦 祝福各位 是一阳一阳的爱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